在Marie Coburn的家里头 我们待了大概两个多小时吧 她的母亲从来没有接待过 来自于台湾的媒体 来自于东方 或者是讲中文化的媒体 那我们跟她聊天的时候 老听到一个风铃的声 走出去问她是什么 我们在上面看到风铃 因为她们是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是属于风铃的民族 她的侄女呢 为Maria Coburn刻上了一个风铃的名字 上面就写着 一个风铃上面就写着 Maria Coburn出生于1956 死于2012 那每次风吹响起来的时候 她的妈妈把它吊在自己的卧室底下 她想那就是我的Maria 会来跟我们say hello的时刻 那说起来也很特别 Maria Coburn她并不希望自己成名 她从来也不在乎她的名气 她也不在乎世界上给她的任何的奖项 当她得到世界记者的勇气奖的时候 她曾经说了一个著名的话 她觉得自己是很可耻的 我们到一个地方写了他们不幸的故事 然后我们就离开 这是Maria Coburn 那或许是因为这样的性格 当那个风铃要响的时候 我想要手机拍她 那拍一个风铃 她必须要是停着的 于是我就没有办法拍她 然后我们的摄影记者就冲到那个地方 一听到风铃声 我们就希望把它拍下来 因为我们速度想要拍这个风铃声都拍不成 结果摄影机一来 那个风铃就停了 它就是变成没有办法拍到声音 对Maria Coburn来讲 她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为了凸显自己 她要的是 事实上可不可以少一点战争 事实上可不可以少一点受苦的人 然后她妈妈的时候 她妈妈告诉我们一句很诚实的话 当时发生阿拉伯士春 妈妈和她通电话 她妈妈是老师 那她告诉她妈妈 事实上她知道 所谓阿拉伯士春 未必会给这一群人带来更好 更幸福的生活 人民往往开始伟大的革命 然后女性站在第一线 很多老百姓把她们的理想摆在最前线 然后有一些特殊的政治势力 最后夺取了革命的成果 她对革命没有幻想 她最在乎的是 在这些内战的过程中 所有受苦的人 她死于叙利亚内战当中 那么死了之后 将近两个礼拜 已经被埋葬了 尸体可以说是面目全非 在场很残忍的认识的过程中 被找到 送到法国 最后她妈妈说 也流下眼泪哭着说 我终于把她带回家了 女儿 写着玛丽柯文名字的风铃 就挂在柯文家的后院门上 我需要给你示范 她真的喜欢这个 她真的喜欢我们的家 看吗 她喜欢这个 卸下传奇占地记者的光环 回到了家的玛丽科文 和一般女儿没有两样 就是妈妈心头的一块肉 从小就杰出的玛丽 在长春藤名校耶鲁大学 主修人类学 上了普利兹奖得主 约翰赫西的写作课后 她决心当一名记者 而这个决定 最终也导致她命丧叙利亚 风铃清脆的金属碰撞声 抚慰着一个母亲思念爱女的心情 却也勾起太多回忆 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 我认识她做的事 但我认识她是一个人 我认识她是一个女孩 我认识她是我的儿子 我认识她是我的儿子 所有关于玛丽科文的报道 罗斯玛丽无不细细珍藏 报纸整版的报道 纪念特刊 还有无数的照片 除了展现一个母亲对子女的骄傲 更是她思念女儿的情绪出口 见到罗斯玛丽后 我们明白了 玛丽科文建议的个性 原来得自母亲的真传 即使女儿选择了 恐怕是天底下最危险的工作 她尊重她的决策 也以她的决策为傲 玛丽科文被炸死后 叙利亚方面百般刁难 罗斯玛丽费了好大的力气 事发约两个多星期后 才终于让女儿的遗体回家 她被炸掉了 因为他们不让她离开 我希望她回家 我希望她回家 我为她回家 她回家和她家庭在家里 和她的父亲 玛丽科文一共有两场葬礼 一场在牡蠣湾 一场在伦敦 出席的亲友谈及玛丽的人道主义精神 还有她的热情 和四舍的魅力 我真的很喜欢享受 她喜欢享受很多 在追到会上 科文家人准备的影带中 我们看到玛丽爱热闹的一面 对玛丽爱热闹的一面 对玛丽在一眼中的好处是 大家都一直在晚上的灯 如果你睡在这边 你会随着眼睛 然后灯着灯的灯 我们想象 使命感重得像要扛起全世界的玛丽科文 与罗曼史大概绝缘 再一次 玛丽让我们惊奇 她没有跟我说 这是我的男友 我失去我的爱 她一直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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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情感 她一直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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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情感 玛丽科文曾有过两段婚姻 不过都已离婚收场 但她和还在世的第一任丈夫 仍维持友好关系 玛丽科文的魅力 就连利比亚强人格达费 也不禁败道 CNN王牌记者 安曼普 也得透过玛丽 才能拿到葛达费的专访 玛丽科文放弃了安逸的生活 选择了《战地记者》这条路 就不再只是属于她的家人 更属于这个世界 属于那些无生的弱势族群 我感到很高兴 她决定了做什么 她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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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这些人自由 让他们的生活更好 让世界更好 观想 感觉 一切 不疯 不疯 我们 不疯 空 两个人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